婚宴当天赵本山绝对是现场的焦点 他的每次亮相都能引发掌声雷动 婚礼上赵本山和新郎的父亲先是给了这对新人一个幸福的拥抱 紧接着女婿的深深义鞠躬则让赵本山填到了心坎里 而接下来女儿的一番肺腑之言更让老赵泪洒当场 为人快乐 道道我爱你 赵本山激动的和女儿紧紧相拥 并在现场透露说自己的兴奋之情绝不亚于两位新人 我为你高兴 心里非常够大 同时为你激动 我很羡慕你 应该说 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觉都没睡 比你俩还高兴 我的女儿终于结婚了 虽然赵本山因为和前妻离婚 无法给大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是在婚礼上 赵本山依然表达了希望女儿幸福的心愿 同时也叮嘱女婿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希望这个家庭给女儿困空的环境 用光给她们买的房子 可能你住起来很不舒服 希望你放掉这一切 那就是你回家 你是这个家的祝福 山情之余 赵本山还现场调侃起自己的女儿 并向小夫妻俩提出了更高指示 我离开这个家庭的时候 我的女儿十二岁 她读了很多学校 先是跳着芭蕾 这不长时间 这几成人跳成这样 开心的生活 爸爸祝福 所以希望当老人 从不都白了 新一乐采线 编编号 看起来